还没来得及拍鱼,小哥哥就激动的,把养生汤倒进去了。 前妹们惊呆了,喷泉四面八方涌入木桶里,放些我爱的豆腐,好像吃火锅一样。 养生汤香气扑面而来,太香了。 这是翠鱼,150天吃青蚕豆长大的,再瘦身30天,吃在嘴里脆脆的,喜欢。 我们来问下小姐姐好吃吗? 男性的美女,男性出美女的。 我今天觉得怎样,喜欢翠鱼,还是他们家的这个。 翠鱼很好吃吗? 翠鱼很好吃吗? 翠鱼很好鲜。 我问你,如果现在就是疫情嘛,回不去嘛,对吧? 如果现在疫情的话,回去吗?回家乡,你最想吃家乡的哪一道美食? 南京的美食。 对,我也是在想,南京的美食也很好吃。 我们来问一下旁边这个小可爱。 你是甘酥对吧?然后在深圳长大的,如果疫情解封了以后,你最想吃的家乡菜是哪一道? 什么? 叶子鸡? 真的是叶子鸡? 好开心。 是吗? 家乡菜? 家乡菜啊? 家乡菜啊? 那肯定是各种菌啊,健福青这种啊。 跟我的小可爱一样。 云南人这里又排菌,有毒的吗? 没毒的。 回去解封,想吃昆明云南哪一道菜啊? 咱们,肯定是云南的鱼线,过条鱼线。 对啊,云南人哦,这是鱼线长的。 希望疫情早日,结束咱们回家乡。 什么都不想,先让这过于治愈一下我们。